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 精实管理通常应用在生产制造过程 那今天我来为大家探讨与分享一下 产品设计专案的过程 需不需要导入精实管理 那如果需要 该如何开始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产品研发过程 从授权的概念设计阶段 到产品的整个研发专案策划阶段 到产品的整个设计阶段 到制成的设计阶段 以至于到量产 那通常需要花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由多部门多专业成员来协同完成 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经过这些特定的设备 工模具夹制具来生产零组件 然后在这个装配线上组成最终的产品 那么产品设计专案过程的产品是什么呢 答案是产品数据 它包括了什么 3D模型 2D工程图 Bone 包装设计 SOP等等 这些通常需要 同样的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由不同专业 然后使用不同的这种电脑辅助 设计软体工具来协同完成 那产品数据呢 是制造过程的最重要的输入 来指导的产品 如何一步一步成 来成为符合需求的最终产品 那在生产的制造过程中呢 精实管理一直被奉为规念 那么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呢 需不需要导入精实管理 我们了解到精实管理本身呢 不产生价值 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在减少浪费 那在德国工程师协会VDI研究表示呢 在制造生产中的工程变更 它的问题呢 有60%是来自于设计过程所造成 然后这些问题呢 有80%以上都是低级错误 主要原因都是产品数据不准确啊 不一致不完成 不完整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有一旦有工程变更的时候呢 表示一些零组件已经被采购 或者被制造 通常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该研究统计显示呢 产品呢 成本的70%呢 在研发过程已经决定了 当然呢 这里说的产品成本 其中也包括一些浪费的成本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呢 只要发挥少量的成本呢 来导入精实 管理 将会持续的 有效的降低工程变更的数量 以及于 就会减少一个一些巨大 巨大的浪费成本 基于以上的研究呢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投资报酬率来看呢 在 产品设计过程 导入精实管理的效益 是远远大于 在生产过程 制造过程中导入精实 管理的效益 而且呢 我们看在这个 这个时间矩阵上面呢 这件事情呢 是属于重要 而且紧急的事项 需要立刻着手来进行 好 那么产品设计过程 的专案过程中呢 我们该如何来导入 精实管理呢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公司呢 的产品设计过程呢 或多或少 都存在着这些的问题 那么在公司规模小 或获利高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通常不会被重视 一旦公司规模变大 获利减少时候呢 这些问题就会被凸显出来 甚至会对公司的经营 有着致命的危害 那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要将这些问题呢 提前 而且要及时来 曝露出来 因此呢 在产品设计专案过程中 导入精实管理呢 同时也要 做资讯化转型 也就是导入专案管理系统 这样就是 好像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呢 安装了很多 sensor 传感器 用来记录的产品 设计专案过程中的完整过程 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来曝露出设计过程 的问题 提供精实管理 管理呢 持续改善的依据 然后最终呢管理者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动态 战情室 做出正确 而且及时的经营车 的决策 我们试想啊 一个管理者 经营的公司 如果没有像这种动态 研发战情室 就好像 驾驶一部没有仪表版的汽车 这样的管理者 晚上会睡得安稳吗 研发过程 精子管理的核心呢 是 遵循的持续改善的思想 来从中精益求精 那方法是采用这个 专案管理 标准化的专案管理系统呢 将研发过程 计划的内容固化 然后呢 记录整个 计划任务的执行过程 提供过程改善的依据 然后接下来进行一些改善措施 在这样的方法下呢 在每次的PDE的循环下 产品的设计过程 管理都会得到科学的提升 那专案管理系统要符合 ISO的专案管理要求 实现了 从专案计划 专案执行 流程 到人 到交付物 到专案管理 专案的资料 产品的资料的一体化管理 让整个研发过程呢 可以在既定的 规划的实程下呢 按部就班 井然有序的运行 同时呢 也可以记录着整个 产品 研发的整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一个 计划项是怎么来完成的 对于刚刚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复杂的 研发过程精神管理呢 我们就刚刚就从一个 我们建议是采用这种叫4WH的方法 就是从计划一个计划开始 然后阶段呢 它是属于 它是用多个相关的计划 组合而成 就组合成一个阶段 计划项呢 下达执行的时候就称为任务项 如果是需要在分解的计划项呢 就是它是 这意思是允许执行人 可以在分解该计划项 再指定给不同的 执行人 然后这个里程碑呢 可用来衡量 整个专案的进度 计划输入呢 提供了执行人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资料或 参考的资料或文件 然后我们要注明 计划输入的来源 是客户提供的还是专案过程 中的任务的输出交付 然后在计划中的输出入 要规范出 计划向执行人 在执行任务后的输出交付 而且要说明呢 使用的相关的文件范本 物件类型 它的大小分类方式 等等的标准化管理要求 那责任部门是表示计划向的 责任的职能部门 执行人通常是 责任职能部门的成员 如果是分解计划的话呢 分解的计划向 那执行人要设成 专案小组的负责人 但是如果交付需要 保证内容的正确性 就要提交一个审核流程 我们可以根据交付的情况呢 选择是一阶的或者二阶的 或者直接归档的 的流程 那在流程中的审核人呢 一般是职能部门的主管或 资深的成员 我们要说明这些 交付的审核 关键点 key point 这也是任务执行人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要求 依据 然后 审核重点的要求呢 的内容呢 我们根据PDCA的原则呢 先求有 然后经过不断的改善 再求优 流程中的批准人呢 一般设置为高阶主管 同样我们也要说明这个 交付的批准的这些重点要求 然后任务的执行人 在提交任务的时候呢 会交由确认人 来确认这个任务执行人 是否有按照整个过程的规范 来执行交付 所以确认人呢 一般都设为专案经理 然后同样要说明这个 确认的这个重点要求 最后呢 我们在 在 说明这些需要的供期 或者是 所发挥的供时 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那这样就透过这个4WEH的方法呢 完成了一个单一计划的计划 就是PlanerPlan 那以此类推呢 我们就可以 将其他的这个计划项完善 就完成了一个整个一个专案的计划 就是PlanerProject 然后俗话说呢 好的开始是成功一半 如果可以理解 而且活用这些 我们这个产品 设计过程 精实管理的起手势呢 将整个设计过程都制定出 执行标准 那贵公司的研发过程呢 精实管理就成功了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就由我们 来继续为贵公司来服务 谢谢各位 那如果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呢 欢迎联络 敬请批评指教 谢谢